2023 時尚玩家旅宿大廠 開始投票囉 來到這邊 金碧輝煌 有沒有 這個感覺 這一整個太神奇了吧 它這邊就是有分 不同級別規模的飯店 但是你通通可以到處走... 其實底下是連通的 那捷克這邊就超freestyle的 他可以整個園區這樣走偷偷 他們覺得這就是一種 生活的享受的態度 但是我們現在來這邊 是因為這邊有一間房間 相當的厲害 是愛德華七世 愛德華七世 英國國王 他在這邊超喜歡來這邊泡湯 來這邊來了9次 而且這裡面可以說是完整 原封不動誠信給大家 他把愛德華來的時候 所有碰撥的一切都保留到身上 所以我們進去要非常小心 就可以享有皇室般的享受 對啊 他摸過他摸過的東西 享受 搞不好還聞到他的味道 你們兩個比較注意耶 聽飯店小姐姐說 雖然這裡面的東西 都還有少少的在使用 但都歷史悠久 非常非常珍貴耶 要是有個什麼閃失啊 咱們可是真的賠不起喔 該不會這位就是七世吧 他正在用一個眼神 告訴我們不要亂說 OK 好 這是我自己... 這是我自己... 等一下 泡湯 這個是指否他泡湯是不是 對 我以為是房間泡湯的 在他那時候還沒有開始住宿 這邊是專門讓他泡湯的 他們就是流行湯屋那個時候 那請問這個椅子是 輪椅的概念嗎 我反倒覺得有點在刑求別人 你說這邊有那個磅秤 這樣子放然後坐上去啊 我不是可以碰嗎 這個可以拿起來嗎 好酷喔 原來光是這種感覺喔 就覺得下一秒鐘 他的腳會被抬起來 然後噗 你知道嗎 你說直接嚇起來嗎 對 但是好酷 他這個還有一... 他不是死...怎麼講 不是沉的耶 他是有一點那種彈性的耶 你腳放上去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 他有點微微苦臭的那種感覺 你這是可以拿起來的嗎 他已經黏死了吧 現在 而且如果... 而且如果真的是他當時做 他在這邊上大號 我一直在上面吻你知道嗎 我在幹嘛 所以這邊可以做SPA方聊 然後這邊可以泡澡 直接在這邊泡 但是現在他好像 還是可以讓客人泡 一個小時3000 台幣嗎 享受國王般尊絕的享受 你看 連國王用的都不一樣 我們家的 大家都是小小 國王才有這麼雞花 我們沒有 而且這個到時候還可以 不求人 他還可以這樣抓 對 而且愛的話其實是個發明家 而且他說他不是來做 是嗎 他還在這裡找到他的愛 其中一位 我剛剛有聽到你們在問 然後說是親神愛人 沒有愛人 泡澡的朋友 泡 因為寶貝我也會找到 志同道合的Po友 Po... 一起泡澡的好朋友啦 不要想歪 看完了國王專屬 皇家級澡堂之後 現在我們要前進的 就是當時封迷全歐的 羅馬浴場啦 台人跑到羅馬浴場 1896年開始的 泡我們要跑 感覺就有色違和了 還要來找Po友 沒有... 你看他連一進門的設計 都非常的棒 對啊 每個排列不同之外 他中間有特有一個洞 就是為了讓水 我剛剛... 我剛剛這樣看完 覺得要找規律 然後就看到這種 直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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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 就看到其實完全沒開約 然後我們那個 小姐就說 但是一見這真的太誇張了 從哪兒 把整個 reject 泡澡的一個地方 不同意義 弄得這麼奢華 羅馬式的建築 那種遠航的那種感覺 然後每個住著這樣子 就像神殿 但是裡面又有一個坡上的地方 連下面的那種 紙磚偏貼 其實非常的華麗的感覺 這真的 很不正式耶 不是那些在我們兩個面前 然後我們還包吵出來 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這... 羅馬玉場 雖然不是在真的羅馬 但也根本就是電影裡 走出來的場景嘛 不是啦 曾子余 你可以不要先破壞畫面好嗎 他有什麼樣子 你是不是這樣 你不會動手嗎 你是不是忘記了 瑪莉亞溫泉鎮的泉水是冷泉啊 跟你說啦 雖然這水都是泉水 但是是沒有經過特別加熱的 當然嘛 是冷的囉 它這個水超滑的 超滑的 而且一般你到溫泉 然後你可以伸到 現在游了就... 它直接游泳 對啊 你有人在羅馬玉場裡面游泳 你會不會太囂張 真的超舒服 瑪莉亞的感覺超棒的耶 而且我就這樣開箱圈就很漂亮 因為下面那個紙分到那邊一邊的感覺 然後我們可以直接這樣 很難聽 雙蟹也知道 我也謝謝你啊 帶那麼美麗的畫面 回來給我們觀眾啦 不過如果你的身材 再好上個一咪咪 我想觀眾朋友們會更加開心的 我們剛剛泡完溫泉 然後從溫泉回到我們旅館的時候 我們都經過這裡 我的媽呀 超多人在排隊的 就原來這個溫泉回廊這邊 到晚上的時候 整點的時候 它好像都會有水舞音樂秀的那種感覺 然後現在差不多還要在5分鐘 就是整點時間 可是已經有很多人圍在這邊 他們也一起期待著 我好期待喔 到了晚上 可說是整個溫泉鎮的遊客 都集合在這裡囉 大家等的就是這一個 這個很漂亮 雖然說現在已經擅長了嘛 而且剛剛還會有掌聲 然後我就真的覺得 這套我會中 就是剛剛突然有點心花怒晃的感覺 他就整個昏文 然後大家一起 然後又聽得到 耳熊那一小的歌 好棒喔 很浪漫 如果在那時候 瞬間有人牽起我的手 我絕對跟他走 單壓 謝謝 棒 各位 我們現在要做的這個飯店 我跟你講 38度的游泳池 對 你知道這什麼概念嗎 它就是一個溫泉 沒錯 溫泉游泳池 甚至還有100度的桑籃 完全就是一個極致的享受 還有180度的環景 就是你可以看到整個小城鎮 這都在這間飯店裡面 就等於是我站在那個至高點 我現在要看過去 超酥的 天啊 傑克 這真的是太神奇了 迫不及待 我要去展現我的發表 用給大家看 水珠角融 沒錯 今天我們晚上入住的飯店 可是厲害的喔 老曾啊 老曾 今晚您想先舔 好酷喔 好像水珠玫瑜玫瑜喔 好酷喔 在這個泳池 大概有打燈光 然後你這樣看過去說 都是那種歐洲的建築 超漂亮的耶 老師 我好喜歡這個泳池 好棒喔 而且我的房間 是可以直接看泳池的 我剛剛有看過了 讓我們住那邊 看玻璃屋的感覺 好酷喔 前面有煙 對 溫泉有煙的地方 溫泉會冒出那個煙 會讓人家覺得 好像在仙境裡面泡溫泉 真的 對啊 超美的 但是每個人過來 都同一個樣子喝耶 這真的是溫泉耶 超舒服的 你看 超舒服 在這邊沒有燈光的時候 它其實就看得出來 它是有點色澤 而且是咕嚕咕嚕的感覺 超酷超美的耶 說真的啦 雖然我們去的時候 捷克是夏天 但晚上氣溫 也差不多只有十幾度而已而已 偏冷... 也難怪大家都跟我們一樣 跑去泡在那36度的 溫水游泳池裡頭啦 雖然感覺有點像下水餃 但配上那鳥鳥的煙霧 看起來也還蠻像在仙境的嘛 好美 好享受的唷 喜歡這裡嗎 喜歡啊 我超喜歡的 好怕喔 所以在這邊啊 它日照又比較久 像現在的時間已經差不多 可能8點到9點了 它現在天還沒有全部暗 然後泡著這個熱熱的溫泉 然後這樣整個享受 超舒服的 真的超舒服的 泡完溫泉餓了 餓了是不是 我們剛剛泡溫泉的時候 其實往飯店這樣看過來 就有一個景觀餐廳 我們現在就在這裡用餐 主要就是這邊 有玻璃屋的一個感覺 漂亮的 180度的景有沒有 像城堡的感覺 不只有完美的景觀 還有美好的食物 天啊 他們居然會有 烤花椰菜這個東西 蠻漂亮的 這味道好特別喔 好像有加那個沙咖啡 就酸酸甜甜的 酸甜啊 對 還是美乃滋啊 可是很開胃耶 我是覺得他們好像 比起吃薯 炸薯條 他們更喜歡吃一顆的馬鈴薯 或是把馬鈴薯給弄進去 這薯泥好像就真的有加蒜 味道比較偏重 上面就撒上一些這些麵包屑 滿香的 這薯泥味道好 它這個是肉汁燉肉汁的感覺 加一點可能奶油吧 質地比較稠一點 但主要是那一顆的香料 但也有點清涼的感覺 但又不到像我們的馬鈴 還多了黑胡椒的香氣 但它又有一點馬鈴咬下去 會出現的那個 類似薄荷的清香 好嗎 它有誰這個生牛肉 然後加麵 墨西哥辣椒啊 太棒了 還是 然後放在麵包上 你看看 這個感覺 天啊 好香喔 另外的清爽我覺得 那還有南瓜籽耶 我覺得搭配這個麵包的口感 也太棒了吧 好脆喔 但是吃下去的時候 你真的好像可以吃到 你那種肉的甜味 然後咬下去的時候 鮮果的香氣 酸黃瓜又給一點鹹度 我覺得如果你害怕生的 你可以吃吃看 因為它不會有那種生的腥味 我恨不愛 它調味調得很好 真的好喝 我真的覺得我會不會是捷克人啊 我覺得他們這邊的東西 好適合我的口味喔 長得又帥帥的 光油跟油 一堆女生才看我的 你確定不是因為想報警抓你 才看你的嗎 少臭美了你 那這個是 海在絲 海在絲 很香的耶 因為它那個 豆子不知道什麼豆子 炸過之後 那油脂感好香 有點在吃炸那種肉末的感覺 就是炸得比較乾一點 但是它是有口感在的 然後走到吃下去的時候 酪梨的香味是後面 慢慢... 慢慢跑出來的 大海在絲 怎麼有點酷啊 好吃的 我是喜歡的 因為我是喜歡吃海在絲的 但是我沒有想到 這個東西可以跟酪梨 和在一起吃耶 可是這很清爽啊 好酷 可以 這個地方不只是東西好吃 景觀也好 超級享受 我這飯店真的很棒耶 我覺得這趟來真的 有打破我 好 我們去跟他談 一個人三百萬 搭來那邊養老 台幣吧 對啊 台幣可以啦 可能養個 大概十年就得回去了 台幣... 可以 真的有什麼樣子嗎